來到Long Quack的部分,我們先去第四頁 這裡就是講GDP到底算不算進入GDP的Long Quack 考試都考得多,其實都不是考得多 但是一考的時候很多人都錯了 盡量大家都避免這個情況出現 我們一起看一看它裡面的重點 如果你知道的話,因為我不夠行數 盡量大家看一看 理論上如果寫的話應該要寫到這樣 我先切一些位置給你看看 很噁心 因為你們是第一次聽我說 其實最好跟寫法會好些 考DSE其實都是日校老師改的 所以盡可能我們就把東西寫得寬一點 容易一點看 改卷的就不會那麼辛苦 比分都鬆手一點 就好像這樣寫了,兩分 我們先看一下一個細節 你應該不夠位置 但你考試我給你夠位置 風光也不夠位置 以前的同學都是這樣投訴 風光投訴 很貴沽河,沒什麼位置 不要緊,你會習慣的 先看一些記憶 Explain whether include in the calculation 所以你要答別人 他問你應不應該計算 在裏面 你要答別人應該還是不應該 yes or no 那現在就百萬行 慈善活動 那些資金 即是那些慈善的基金 籌到款 籌回來的錢之後 算不算進入GDP 那不算 因為中間沒有production 那基本上你看到寫法 都是 那就可以了 其實就會由A的手上 轉到慈善基金的機構 即是東華三院那些 走出來這樣說 那 就會是這樣 由你手上 變成東華三院的手上 所以這裏就 包括 再下去 就看清楚這題目 這些public assistance 就是 有些有需要人士 用了一些錢 在一些 即是他那些縱援的 在那個transport那裏 其實最重要是在後面 他spent on transport 如果你跟我說 他本身 這些公共援助金 就不應該計算下去 因為這個 只是一個transfer payment 但他不是形容 這一筆public assistance 他是說 我把這些東西 用到平時的日常 日常的日常的日常 那一筆錢 算不算是GDP 那就算了 那如果你答案是yes的話 基本上是賠輸 而這一筆錢是expenditure 來的 所以你比較最好 你就用第一個GDP的寫法 套用下去 到底是些什麼 算在GDP 那就是那個spending on 這個transport 那這個不是就是我們的application 然後你看到後面全部都是背書 那但是背書之餘 我們要做些application 這個final schools and services 你要找出來給我看 現在他用到去哪裏 提供了什麼service給我 正正就會是 那個transportation service 就是我要去運輸的服務 那記得是 carnic produced by那個RPU RPU是什麼呢 那你隨便寫都可以的 你寫巴士也好 甚至的士也好 小巴也好 minibus也好 地鐵也好 MTR也好 隨便來的 但是要講到一個 在香港的RPU 可以嗎 這樣會有一個包圍 那就不會被人扣到你分 你又背對定義的 如果那個人都答到的時候 就收拾一些學生 有沒有application 你有application是對的 那他就不會扣到你分 那就是這樣的 鬥要小心 就是現在的econ 一分兩分 搞定了 OK 好 再下去 塗一塗 先 移回上去 夠不夠位 不夠位 再塗一下 你看如果覺得我太快 你就stop了它 然後抄 好 我們看看這個 第八題 through這個commercial bank 看清楚 他透過一個商業銀行 他就去炒外匯 先買了歐羅 然後06年就放回 那問他在歐羅這些炒賣的時候 夠不夠落GDP 喂 那這些他是炒賣這個currency 那我們這裡其實前面就學過了 那不是一些currency的capital game 那你就其實要分析個題目 你知道他背後是這個example 他只不過套用一些現實例子 那無論是金融還是禍都好 因為capital game 這些是沒有production的 所以就不算 一分 一分 OK 但是他問你 喂其實會不會有機會 這些transaction 其實會令到GDP升 這些是很去年代06年回考的時候 其實現在呢 如果想問清楚 或者主軸想逼那些學生去答 他就不會問你explain where 如果有些學生真的答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他可能叫你explain why the above transaction 或者part of the value of the above transaction would lead to an increase in Hong Kong GDP 那他這樣寫 就是屈你逼你一定說的example 那你就不能避 那這個就會比較像DSE現在出卷的approach 知道那些學生如果看到 或者背開書就會答no 那 但是他會屈你逼你要答yes 那你怎樣答yes呢 所以這兩分變相就不能問yes or no 他反而是你第一分你要給他的example 你給到他才會給分你 那其實那個commercial bank在這個transaction之間 不是幫他做了一個兌換的服務 或者買賣這個貨幣的服務 那所以其實他provide到一個service 如果你好些你可以寫 直接是provide到一個exchenging的service 再寫到exchenging currency的service 那這個就是application 這個就是你知道的example 既然有service 那我給錢他 這裏 那又是會涉及到GDP的production 那我們跟著又是背書 那至於你寫的keywords應該怎樣 你可以寫是ban charges 其實這裏很free 你如果真的 不過我講真的寫多錯多 最簡單的最好 你如果寫這個呢 你是寫那些bookers 你又要適存 bookers in commercial bank 或者是一些職員 employees in the commercial bank 那就是provide一些exchenging currency service 給你 那都可以的 你不寫ban charges 你寫的那些employees 或者那些commission 其實都 acceptable的 那就看你會不會寫多幾句 那我這裏懶 我就不寫那麼多了 那基本上這裏呢 你不可以做application 我這裏沒有什麼位置 所以我那時候就沒有application 那你這裏就加回 後面的application 那就是exchenging currency service so 就是可以按 so 用電腦有些麻煩的地方 就是這樣 resident ok 那resident就是commercial bank 你不用寫bank commercial bank 可以不可以 那這裏就可以套用了 見不見到 那些紅色字 那些不是key words 那當然後面那些 前面那些都要背 那這裏就很簡單的背書 那這裏就有個long read 然後再下去 我們慢慢再一層一層地推上去 那既然有一條是要你給example 那你也不用做夢了 06年出過 試過一次example 學生表現不好 表現不好就怎樣 表現不好就跟進 跟進 跟進之後再查一次 啊 三年一個cycle confirm到學生真的懂 懂得application 懂得給example 告訴他們 其實不是真的每次都背 是不是有production 這樣呢 出拳的模式 其實就是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第九條 有些students 看清楚他考試的context 有些students 就買些second hand textbook 在一個bookstore 那接著問 他這次的題型 他就轉了 他知道他自己出東西 出得衰 問他explain whether 一定有一大堆人答no 只要抄a part 那些 是不是 他問你會不會increase 會不會 沒有會得信 你怎樣去批評那些學生 說他答錯 你問得不好 他這次轉了 為什麼part of cost spending 就是要計算到GDP 那你變相老闆 就要想個case 所以跟剛才的套路是一樣的 你要想個case 就是要找到底 到底有什麼production 其實就是這個 主項 主項 bookstore 提供了一些service 給那些students bias 那service 你可以做多些 是零售服務 主要不是集中 在second hand taskbook 的value 而是他整個value 例如他賣出去 你二手 他賣給你那時候 他可能半價 但是最多 他收回來 他賣給其他人 他可能 例如100元元 原價 你賣出去二手書 他收你50元 但是他再賣出去 他賣75元 為什麼無端收多 有25元 就是他好像有個中介平台 給你去做一個零售服務 是一個sellerist的角色 所以我們就套路下去了 apart of good spending 其實就是 找到goods and service 不要集中 只是看goods 是整個phrase 是goods and service 你有什麼service 零售 現在是produced by rpu 這個sellerist 或者producer是什麼 就是bookstore in the specific period of time 就是今年來 反而specific period of time 那個就不是 最重要是考試的 主題 你看到 背書的有 紅色字 application 你做不做到application 做到就5以上 做不到就 2分 他只有1分 每次都這樣扣 你一點 OK 再下去下面 第十條 這個又是 就像記住的 他也覺得這真經次出得很好 其實他就寫 expllainy will be affected 會老整 我不明白 logs 他再用來 搞去 其實他以後 説去 其實讀三 還有 實際上 вержadifications 你要記住是Trading,他對二手樓宇的交易 二手樓宇的交易市場上這麼豐富 他就是想問你GDP會不會 肯定會,不然為什麼會問你這些問題 你答No,No Production就是賠輸 你要想多一層 然後這個個案是什麼? 其實就是有中原地產經紀,政府,銀行和律師樓 會提供服務給Bias和Sales 為什麼?假設一棟樓600萬 中原地產會收你經紀佣金 他幫你撮合買賣兩個 收回你1%的佣金 所以你需要付600萬元中原地產 買賣的話要簽印花稅的合約 政府會收回你斷層計的 樓價有興趣上網查 600萬的樓現在要付18萬的離任費 給政府的 銀行有錢除非你這麼有錢 600萬的樓價 暫時未見到有任何人可以 舊學生有得OK的 住半山樓價 Benz的話 你就要借貸 現在的計劃相對上好些 你只需要付一成樓價就行了 即是600萬的樓 你儲存到60萬首期 這樣銀行就可以借9成給你 但是借貸 那不就要跟銀行借 銀行就給了service Loyers 幫你簽了所有文件的 成為6千元 見到嗎 所以記住 買樓600萬 不只是60萬 10%就完 還要儲多些錢 我告訴你 你日後有機會買樓 給6萬元的經紀費 有朋友做可以省回的 1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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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萬的政府離任費 避不了的 OK 銀行借貸 剛才說的 最後還有律師費 6千至1萬元左右 OK 加加賣賣 整個package 可能90萬 未計你買難樓 二手樓 可能要大翻身 如50萬裝修 如果要裝全屋 OK 大約你儲120萬 可以買你人生第一棟樓 大約 OK 好 給這個example 知道一下 那這些service呢 或者我們這裡應該不要寫 this service 是spending on this service 你是付錢的 我們在計算 這個代價 這個代價 buy the rest rest OK 好 那你的spending on this service 那就是那個 主要的spending 又是背書 這些service的話 你又不是自作 剛才我好像這樣說 經紀那些 或者是銀行 你不是寫個loans loans providing service 所以 所以 為什麼 都是這樣 很煩 loans providing service what the flow requen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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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這個句子小的element 才扣一分 所以這裏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 我們最後拍MC